大家好,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佣金的部分 在許多銷售的過程中,其實有一部分是要給出的Sales獎金 就是業務員的獎金或是代理人、仲介的獎金 那在AUDU系統這邊,我們可以利用一個佣金的模組 來達到這樣子的一個計算方式 那首先這個佣金的模組,我們可以是利用OCA的Commission 這樣子的一個模組 可以先把模組安裝到你的系統裡面,去新增這個相關的模組 那這邊有不同的一些模組 那目前用到的模組從 AccountCommission,Commission,CommissionFormular,SalesCommission,SalesCommission,SalesMan 其實這幾個等下都已經安裝完成,那都可以用到 那目前還沒有安裝的是HRCommission 這個應該是算在一些薪資的部分的話,在這邊做一些計算 那在這個模組的部分 在這個模組的部分的話,那我們可以看到Commission的部分 Commission進來之後,其實這邊會有一個代理 代理,這邊是所謂的相關的一些代理人 Agent 然後結算,你可以結算 手動結算或是利用一些系統方式去幫你結算佣金 然後一些佣金的配置類型 那配置類型有些你可以利用一些Formula 一些方程式的方式可以去寫著你的一些 那個獎金的計算方式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Formula的部分 以這個Formula的部分,它的意思是說 你會先按照你的銷售的獎金的5% 然後再去,除了5%的獎金之外 在5%之後再加4%的獎金 所以它相關的程式寫在這下面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在這邊去修改你的獎金的計算方式 那另外一種是直接按比例的部分 我直接是用一個10%的比例去給這個銷售獎金 那甚至你可以按部分的部分 你可以按照說,多少錢到多少錢是多少比例 那多少錢到多少錢是另外一種比例 好,這些是它一些安裝完之後就會有這三種類型可以讓你去使用 那首先你要算代理人 要算佣金的部分 你要先建立一些代理人 我這邊先建立一個代理人 這邊寫個 標準 好,然後這邊會有一個代理 代理資訊 只要這邊新建的部分的話 其實你看到這邊 這邊 這邊就會 它這邊的代理的 方形就會被 所以這邊代理資訊 你就可以去選擇它剛剛選了佣金的一個資訊 那當然這邊只是一個 default 值 到時候都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在 sales 在銷售單的時候都可以做一些調整 結算期的部分 這邊我們可以算 可以看你要用哪一種結算方式 有每兩週或是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是年度計算 那通常我們都是用Monks裡去做計算 好,OK 好,這邊就按下儲存 好,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Wilson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新建一個代理人 那他是一個代理資訊室4%的部分 好 那我們在銷售過程中 我們可以去建立一個新的報表 我們這邊建 隨便建一個 然後添加產品 這邊有一些測試用 好 我們以測試用床墊來看 他這邊是5萬的銷售金額 那這邊目前沒有任何的佣金代理 那我們先按下確認 確認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去選擇 他的佣金代理人 這邊選擇他的代理人是誰 我們選擇剛剛的那位同仁 Wilson 好,這邊就有10%代理 然後就有5000塊的Commission 保存 這邊就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整個這張單裡面 他就有一個5000塊的Commission出來 那我們這邊去建立應收平單 好 我先建議一下一般的應收平單 好,應收平單建立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一個代理佣金的資訊 這就是剛剛的Wilson 然後他有一個佣金是5000塊的部分 好 那這個應收平單我們按下確認之後 好,在還沒有付錢之前 我們應收平單已經出來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計算 Wilson的一個佣金的一個費用 那這邊他其實有一些選項 一個是 一個是Invoice 已經被開立之後 可以去計算佣金 另外一個選項是 當 這邊已經有一個payment的這個 確定一個payment的時候 他才可以開立佣金 所以這 就看各位 需要在哪個stage 在哪個階段去開立佣金的部分 好 以這個這單來講 這邊 這單來講 他已經完成了一個Invoice的開立 所以接下去他要去看 他要去計算 他要去計算 Wilson的佣金的話 我們可以在佣金這邊 結算這邊去做計算 我們來結算佣金 好 因為我們剛才是選Monthly Monthly代表的是說 是11月1號到11月30號 所以我們這邊要選的是 如果你選到 11月2號的話 他其實結算是結算上一個月的紀錄 所以在這邊你會找不到 Wilson的一個 結算的一些資訊 好這邊就選Sales Invoice 然後 如果說我要對所有的代理 進行結算 我就直接空白就好了 好你看 以這樣子來講 沒有跳出任何的List 代表沒有任何的需要結算的資訊 那我們再來一次 把時間稍微往後延一下 好時間延到12月2號 那我要結算Sales 相關的一些 用盡的部分 我這邊Max 所以看到這邊其實有剛剛的Wilson 剛剛的5千塊已經出來了 那這邊Jacky 之前有一個1萬塊的獎金也出來了 所以這邊已經是一個結算的Stage 好那我們來看 這個部分我只想針對Wilson這邊去做結算動作 我目前只要需要去發Wilson的獎金的話 我這邊可以按下Wilson 然後按下完之後我可以去做一個Invoice的部分 去因為我還是要付錢給他 所以我這邊會去做一個Invoice的部分 去一個代付的一個費用給 代付的表單給Wilson 好看來目前無法操作 那這邊應該是說 他這邊會有一個 Taken Co-Manager Invoice 他在我的權限來講 我目前不行去做Invoice的Commission 所以這邊我要去做一個修正的部分 好 那大概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去看一下我的系統權限 設定 設定 管理用戶 以Jacky的角度來看 大概有些系統權限沒有適到 編輯 Manager是沒錯 個人設定 安全 安全 在哪邊設呢 在哪邊設呢 可以把Debug打開 我再看一下 解算 解算用金 好 剛剛已經解算過了 所以這邊應該是直接到解算的表單裡面 這邊就可以看到剛剛 Jacky這邊 不知道Wilson這邊已經解算過了 好 在Make Invoice我看一下 Technical Management Technical Management 好所以應該是設定 Technica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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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來看看來看看到底是什麼問題 這裡 找到了 所以我把Debug打開之後 我要讓這個的命 可以去Manager Invoice Commissions 所以我這邊去把Enable OK 好 接下去就是回到佣金的部分 結算 剛剛已經結算過了 以Wilson這邊來講 可以看到他這邊我會去針對他去做 結算動作 欸 打不開啦 好 OK 以這邊來講做結算動作 我直接做Make Invoice 所以可以看到他應該是可以直接做Make Invoice 了 Good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供應商的應付帳款 然後 它是Company 那這邊通常會寫 那這些到底是 是什麼產品針對這個的Invoice 那我這邊會去 通常會寫個佣金 因為這個 Wilson是拿佣金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是建立一個佣金的Invoice Clean Invoice OK 那這邊對我來講 對我 對公司來講 他就是有一筆帳單 需要給Wilson 那這邊就是一張 五千塊錢的一個費用 那這邊有看是不是要含稅不含稅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可以針對佣金的部分 我們可以直接把 稅金的部分拿掉 那這之後在建立的時候 就不會有這些 default的稅金的一些資訊 好 我們去把稅金的 產品拿掉 好 這邊客戶稅拿掉 儲存 這邊拿掉 好 所以對於這張單 即使是 供應商的部分 我要付五千塊錢 那他這邊不會有稅金的部分 那我想一下確認 就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五千塊錢 需要付給這業務的一個費用 那我們重新 那這邊 refresh之後 你可以看到 在整個佣金的結算部分來講 Wilson 這邊已經發 Voice 那這邊這兩位 是已經在做結算動作 那我們接下來要發給 Jacky的費用的話 那我這邊會一樣是去 Making Voice 那我就選剛剛佣金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佣金的部分 這邊Jacky 他總共要去發放這樣子的一個費用 來我再看一下為什麼還有稅率的問題呢 佣金這邊還是有稅 我看看 銷售 採購 OK 剛剛我們只是 改了一個銷售的部分 銷售是把稅拿掉了 採購現在還是5%的費率 所以我這邊也要拿掉 好 這邊也要拿掉 好 那這張單我先取消掉 等一下再試一次 取消 好 我們回到結算的部分 Invoice Exception 好 OK 那我們這邊再去建一個 會回到草稿 再重新再建一個部分 好 回到草稿之後 我重新建一個 Invoice 一樣選擇有佣金 然後 Create Invoice 好 怎麼還是有 五千塊的稅呢 我們來看看 編輯 採購 採購沒有了 銷售也沒有了 庫存 為什麼不怕稅 我再重新取消 取消 取消 我直接刪除 好 先把這張Invoice刪掉 然後 直接退回草稿 好 再以這個Case再做一次 Make Invoice 佣金 Create Invoice 這個Case 還是有稅 還是有稅 不管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有稅 這邊我可能要看一下 編輯 然後要把稅率拿掉 確認 好OK 我們再試一個 就是以這個王一的Case 我們看一下還是 是不是會有稅 他總共是要給2750 Make Invoice 然後 佣金 不管怎樣就是有稅率出來 好 這邊General Invoice 這邊可能再看一下 怎麼去把這個稅率 把Default拿掉 這邊可能要再去 應該從Invoice的一些色 設定裡面去做一些拿掉的動作 好 那 以這樣子來講 就是可以去建了一個 佣金的費用的部分 好 那在下一步是說 我們要去看一下 會計的部分 會計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有幾個部分 我們已經有 針對供應商 我們有帳單的部分出現了 所以我們這邊去選擇 供應商的帳單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一些 剛剛需要付款的部分 那包含了Jacky Wilson 王一 這些都是一個帳單需要去 去付費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針對 那我們可以針對 Jacky這個部分 我們去直接做登記付款 好 建立付款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筆 佣金已經支付了 那他的Settlement 他相關的一些結算的部分 相關資訊也在這邊 他是針對哪一個產品 他是針對哪個Invoice 去做了一個佣金的回饋 好 以上就是佣金的一些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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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